您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来介绍SIGMA PRO里面的单英子重複测量 One Way ANOVA Repeated Measurement 我们先这个介绍一下 那这个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它是不同常态分配的 然后假设我们要比较是三组重複测量的平均数是一样 那在这个SIGMA PRO里面我们注重的是这个Treatment之间的不同 那我们对时间具有没有线性、二次或Cubic的特性 我们在这边并没有很强调它的回归的特性 那有一些软体会有强调这个的 那我们对时间的这个变化的特性我们比较不强调 是强调这个Treatment处理的不同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 资料的摆放一样有两种 一种是原始的资料的摆法RAWDATA 就是123栏位的 那如果你是属于 Index Data 那就是456 这个Subject Treatment 跟缓印 那我们使用的方法一样 你在statistic或analysis里面按repeat measurement 然后目前我们有提供这三种 第一种是one-way的单因子 第二种是双因子 第三种是五亩素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是one-way的单因子 所以你这边按下去 那用RAWDATA 那就把RAWDATA三组DATA 把它弄进来 然后再过来用HOMESIDIC 你随便你可以选 那我们用预设的 一样它会把你的 肠量被剪定 检查看看有没有过关 变因素有没有过关 两个都过关了 然后简单的叙述统计 在这边 按变因素分析表 那我们已经有说过 我们比较BETWIN在这个Treatment这边 在Treatment这边 到底有没有差异 然后所以这边我们只有这一个 有F减定分析量跟PValue 然后再过来 我们两两比较这边 就把它列表给 所以在Treatment这边 有P是0.002 所以代表不同的Treatment 是有这个有差异的 那到底是哪些差异 那你看看两两比较表 在这边秀出来 那这样的显示呢 其实跟那个PairT test 之前之后的很像 只是我们是三个 三个不是Pair Pair多了一个 那这是画出来的 这个图形是这样子 那这是它的解释的一些结果 那有兴趣 你可以看一些统计的参考书籍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为大家实体的展示一下怎么操作 那我们开始开启它的Data 因为刚才有开启 直接就开启 然后我们跑来 One way Repeated measurement anoma 这边把它打开 那资料就跟刚才我们看了一下 把它放大一下 OK 好 那我们开始跑 分析 在Taste 在这边 在Repeat 这边 one way按下去 RAWDATA OK 那123 都框好了 那 从头到尾做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然后Finish OK 那你这边可以去选你其他的方法 那我们先用这一个 Finish 然后 把这个 结果把它显示出来 常来检定 分配过关 变异数相等过关 基本的 变异数统计 然后它的变异数分析表 那我们只强调在这个 between treatment 这边 OK 然后再过来 就是两两比较的 这个 那这是0.09 所以一定有人 p-value 是小于0.05 那这边就是 有两个 就是 安慰剂 跟 跟这个 比较 OK 那我们看一下 图形 OK 看一下图形 OK 那就是它的这个图形的结果 OK 我们这个好像做的有点错 我们重做一次 那你知道这个错在哪边 因为我们刚才好像 把这个安慰剂按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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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重来一次 就是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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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treatment 是在这个安慰剂 然后要A跟B 不能再出错 subject 在treatment 这边label 然后data 那我们再把这个图画出来 那我们再把这个图画出来 那刚才图跟这个 刚才 这个powerpoint的不大像 ok 好 那这是它的 它的这个 变因素分析表 好 那我们单因子的重复测量 那就做到这里 那我们这边并没有去讨论到 那个时间的效益 是属于线性的 还是没有线性 还是 二次式 还有或者是 Cupid三次式 那我们这个展示做到这里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 谢谢